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 Word Outliner以及Details这两个面板 Word Outliner在官方的简体中文界面里面 把它翻译成世界大纲试抠 那世界大纲当然就是从英文字面上直接翻译过来的 那听起来虽然有点拗口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试口的话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了解到 试口它是从英文的viewport翻译来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它是viewport 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面板 英文是panel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翻译成试口 我是觉得不太对的 那Details我们就把它称作是细节 所以这个地方是细节面板 那Word Outliner的话 它就是显示我们这一整个关卡里面的所有的物件 在这边会用名称把它列出来 后面会有它的形态 那同时我们可以用这种阶层的方式来组织它物件跟物件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它被称作是outliner 而Details这个面板的话 就是我们选到的物件 它的各个参数的细节 可以在这边看到或者是修正 那在这段影片里面 我会利用到画面上的这一个范例场景 来当作综合的练习 那也算是把我们这个U15简介的这一系列影片呢 做一个结束 那这个场景其实是官方在2014年提供的一个教学范例 它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东西了 所以它的画面渲染效果当然是远远不如现在的Unreal Engine的版本 不过呢 它还是很适合给初学者来当作练习 那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一些场景制作的概念 的观念 接下来我们打开APIC游戏启动器 然后切换到Learn 学习这个标签 那在这里有很多官方提供的学习资料 那顺便也说一下 如果点选中间的这个Unreal Online Learning这个地方 那就会连接到官方的线上学习网站 虽然在这边看到的都是英文 但其实当中的许多教学影片都已经有中文字幕 对大家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学习资讯的来源 而且其实它也有解体中文版的这个教学网站 但是在连接上呢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展示在这个地方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server是架设在大陆的关系 那我们再回到游戏启动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卷动到最下面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Realistic Rendering真实渲染这一个例子 那点进去之后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2014年3月的教学 所以时间上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可以点进去稍微的看一下这些渲染的效果 那为了当作比较 我们再退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Archivist Interior 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是在2019年年底的 所以两者之间有五年半的时间差距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渲染效果 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那但是因为这个专案 这个教学专案呢 它的大小要将近3GB 而且它需要用到RTX的显像卡 而相对的我们刚刚 有了Realistic Rendering这一个例子 它的大小不到600MB 那所以我们还是先用Realistic Rendering 这个来当作范例 那所以我们卷动回来到这边 我们再点进去 那在大家的电脑上面呢 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上面写的Free FRE这样子的一个按钮 那是代表你还没有取得它的使用权 那如果你在Free上面按下去之后 可能经过一些步骤之后 就会变成跟我的画面上面一样 会出现一个Create Project建立专案 那我们按下去之后呢 这边是专案的名称 然后底下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要把这个专案放到哪一个专案资料夹里面 点进去之后 因为这边我已经有一个Realistic Rendering的专案在这个地方了 那所以我还是先选择这个资料夹 那但是我把它的名称这边呢 就稍微的改一下 那我们看到在底下版本选择这个地方 它只有到4.24版 毕竟这个是很旧的一个范例了 那我们就选4.24版就可以了 然后按下Create 那在大家的电脑上面 它就会开始下载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刚刚那些讯息完成之后呢 那在我们刚刚这个专案资料夹这边 就会建立好这个专案 然后我们再按下这个专案档 再选择我们用5.0版去开它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会看到画面上有很多辅助物件 像是摄影机或者是灯光这些 有时候会挡住视线 那所以我们可以先打开Game View 把这些辅助物件暂时隐藏 那这样子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清爽多了 那另外当我们比如说选到这张桌子 然后我按住Alt键 然后用滑鼠这样子旋转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它还是整个绕到建筑物的外面 这时候其实它是因为它是绕着整个坐标系的中心点在旋转的 那这样子对于我们改变视角来讲并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会建议打开所谓的Orbit Camera Around Selection 让摄影机绕着选取物件旋转这个选项 那怎么打开这个选项呢 我们在Edit这边选择Editor Preferences 编辑器的偏好 然后搜寻Orbit Orbit Orbit 那我们就会看到最下面这个选项 那我们把这个选项勾起来 关掉这个视窗之后 现在同样在按住Orbit旋转 那现在它就是绕着这个桌子旋转了 所以我就可以很方便的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整个房间 那另外我们会看到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就是太阳的炫光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在我刚刚打开的这个关卡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Post Processing的一个后置特效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把它关掉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选到了这一张桌子 那在World Outliner这边 它就会自动跳到这一个桌子的名称这边 同时在细节面板这里 就会显示出这一张桌子的一些重要的参数 我们在上一段影片介绍过就是它的位移旋转缩放这个部分 然后底下的一些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那现在大家可以先试着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Viewport的一些操作指令 比如说这样子前进旋转等等的 用一些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来熟悉一下场景的导览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边Bookmark的地方 它也有设定了Bookmark 1 1 2这两个书签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按下键盘的1 或者是按下2很快的切换视角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先做一下练习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细节面板常见的参数 这些参数会因为物件的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 那以最常见的3D物件为例 这些物件被称为Static Mesh 静态网格 所以在Word Outliner这边 物件形态会显示为Static Mesh Actor 大家要记得放到场景里面的物件被称作Actor 而在内容资料夹里面的是称作资产Asset 那以这几个瓶子为例 它们全都是同一个Asset的复制品 在加入到场景里面的时候呢 关卡编辑器会自动给它们不同的编号来当作名称 所以这边有SM-VAS16 SM-VAS17 18这几个 那前面的SM就代表Static Mesh 这是在使用Unreal Engine的时候呢 要尽量养成的习惯 用最开头的字母缩写 加上底线来代表物件的形态 SM就是Static Mesh 那比如说BP是代表Blueprint程式 而M是代表材质 Material像这个样子 这些东西呢 系统不会自动帮你加上 你得要学着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 那我们看到细节面板 在Details这个标签的底下 就是物件的名称 点选它 就可以进行修改 或者呢 在Word Outliner这边 点选到这个物件之后 按下滑鼠右键 再选择Edit 再选择Renet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名称的底下 是Component 原件区 所谓原件是替一个物件 加上一些专属的功能组件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灯光物件的话 那我们就替它加上灯光 它就可以发光了 或者是加上例子效果等等 那这部分我们在Blueprint 程式设计的部分 会经常使用到 在这里呢 我们只看到 在这个地方会写着 Static Mesh Component 就代表它是一个 静态网格原件 就是这个物件本身 是一个静态网格原件 那所以它才会有底下的 这些参数 如果是其他的原件 就会有其他的参数 好 那其他有关原件的部分 我们就暂时先跳过去 再往下 这个部分是搜寻列 在这里呢 是用来搜寻 特定名称的参数 因为有时候 在细节面板这边 有太多太多的参数 那如果要用肉眼 一个一个去搜寻的话 就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那举例来讲 我们有一个参数 叫做Visible 它是可以控制一个物件 是不是会显示 那所以比如说 我现在选到 这个瓶子之后呢 我在搜寻列这边 打上Vis 那在Rendering这里 我就看到有Visible这一项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控制 这个瓶子是隐藏 还是显示 按下搜寻列前面的X 就可以清除掉搜寻列的内容 再往下 才是物件的属性细节 这里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只介绍几个最重要的 首先Transform 变换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 介绍过了 那我就先跳过去 Static Mesh 是代表这个物件的来源资产 所以比如说 这几个瓶子 我们会看到 它在Static Mesh 这一项显示的 都是SMS1 就代表它们 都是来自于 内容抽屉里面的 同一个物件 而如果我们按下 这个放大镜 就可以在内容抽屉里面 搜寻到这个物件 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瓶子 换成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换成这个杯子 那这个杯子的名称 我们在这边看到 它的Static Mesh 是Mug 那我们就可以选到这个瓶子之后呢 按下去在这个地方 搜寻Mug 于是原本瓶子的位置 就被杯子给取代掉了 或者打开内容抽屉 然后选到一个 比如说这个台灯 那我们先关上抽屉之后 在这里按下这个箭头 Use这个按钮 那同样又可以换过来了 Static Mesh的底下 是Materials 就是材质 那以这个台灯来讲的话 它使用到两种不同的材质 分别代表它的灯座 跟灯罩的部分 那我们也同样的 可以跟前面类似的方法 从选单这边 或者是从内容抽屉这边 去选择不同的材质 比如说它的灯座的部分 可以选到这一个 然后把它取代掉 那这个部分就换过来了 好 那有关材质这个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设定 我们要放到之后 有关材质的影片 再做介绍 或者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有关Mure Engine 4的材质的介绍的部分 那这里大家可以任意的 就是测试一下 像这个沙发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是木头 这个可以随便的试一下 好 那在底下Physics是物理模拟 然后这边是碰撞等等 这个我们在之后比较有关 跟Blueprint有关的部分 会再去做介绍 那Rendering这边 刚刚有讲过Visible 就是控制这个物件 在场景里面是否会显示 那在底下这个ActorHidden的话 那这个是如果把它勾起来的话 即使我现在看得到 但是 即使我现在看得到 但是当我把它勾起来的时候 在游戏进行的状况底下 它是看不到的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有关细节面板的部分 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那在下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再来实际的 带着大家把这个房间的场景 把它实际的制作一遍 那这段影片暂时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